生活美德 《天路历程》这本书开始了写 基督徒的生活 约翰文人作者说我做了一个梦 梦到一个平原里面 有一个衣衫蓝蓝的人 你们的意义好像乌乌人的意义 不单是衣衫蓝蓝 而且肩头上背着一个重担 要脱去那重担很容易参与你们的罪 他手上拿着一本书 音乐语就流泪 就颤抖 就在那边发出叹息说 我该怎么做呢 我当如何行呢 我该做什么呢 他回到家中以后 不想连累他的妻子儿女 闭口不说 只是心中忧愁到最后的人不住了 就告诉他的妻子说 你知道吗 这本书告诉我们 我们所居住的城市 即将要面临天火的审判 我们的神是烈火 天火的审判 除非我们找到一条逃生之路 不然的话我们都死定了 他的妻子儿女认为呢 他大概发疯了 说没关系没关系 你只要睡一觉以后 起来我就好了 但他一个晚上都睡一觉 睡不着 睡着 他说我怎么办呢 早上起来又在平原 在那里说我到底该怎么做呢 这时候 有一位妻子儿 来到他的身边 他说你为什么这么悠悠呢 他说你知道这本书 我突然告诉我 我已经没定罪 我已经没定罪 我要面对罪的公家就是死亡 也要死了以后 还有审判 命人人都有一死 死后皆有什么 审判 我既然不愿意死 谁愿意死啊 我也不愿意面对审判 怎么办呢 布道家对他说 这样劳苦愁烦的人生 死了不是蛮好的吗 就得解脱了 他说是是是 也是历史百了 但是呢 我肩头上这个重大 会把我压着不但是进到坟墓里 而且比坟墓更深的地方 十八成 压到更深的地域去 这个我受不了 我承担不了 这位布道家跟他说 是 你要逃避 那即将来到 愤怒天主的审判 你看到 在你平面的镜头 有一个小门 你只要找到那个门 你只要找到那个门 那里 有人告诉你 怎么样能够得 拯救 他说我看不到 没有关系 你看到那一个晨光 那一个小光 那个小光 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它会引导你 走到那一个 小门 小门 在那里 有人指引你 如何走这条永生之路 所以他就开始 按照了光一次奔跑 当他奔跑的时候 他的妻子儿女 说 阿爸 老公啊 回来吧 回来吧 不要跑啊 他把耳朵蒙着 鼻子跑 宏仲喊着说 生命 生命 永远的生命 天路历程 把基督徒的生活 描写到 是一群 奔跑 要从 毁灭之城 我们如今所居住的 不管你居住在 安拿海 上海 北京 台北 都即将要面对 天国的审判 我们如何从 毁灭程 跑到永生程 这是圣经常用的 我们人生好像 一条路 耶稣说 你们不要挤在那大路 91号公路 57号 要走小路 要进窄门 因为大路 人挤人 但不知道最后 是一条死路走向面 只有那小路找到的人少 知道的人少 真的看得见的人少 这一条路 这一条路 耶稣说 始终 走向永生 我们读 西伯来书 作者用 同样的话 告诉我们 我们信心的老祖宗 我们的 亚伯拉罕 伊撒雅各 他们就是 过这样一个天路客生 他们离开他们的本地 本家 他们承认 甚至到了应许地 神所应许给他们的家团为地 他们在那里 可没有盖房子 他们在那里 居住在帐篷当中 向这个世界宣告 我们是 特意 此座寄居的 他们如果想他们在 过去那一个 地方 他们的家乡 他们有回去的机会 他们可以打到我衣服的 他们可以做这个选择的 但是 他们 却找一个更美的 是神为他们预备 来天上的 更美的家乡 西伯来书最后 还会回到这个主题 告诉在罗马的信徒 他们 看见他们等候 当时是 在罗马帝国 住在罗马 哪个比今天 住在洛杉矶 上海北京 可荣耀 世界帝国的首都 但他说 我们在这里 西伯来书做者说 但是 在信心里要知道 你在这里 没有长存的神 长存的城市 甚至罗马 也要面对 天火的审判 所以我们要跟随 那一位 受淋入 丁石架的主 到城门外 去受 因为我们等候的 是那个江海的城 换句话说 如果我们认识我们的身份 不是这世界上的居民 我们的passport 我们的护照 至终 不是美国的 不是中国的 至终我们是天上的国民 我们拿的护照 是天国的护照 反正话说 我们今天在这里的生活 丁当跟 拿地上护照的 居民不一样 在我们信主之前 我们所打拼的 用我们信主之后 我们打拼的 丁当不一样 这个就是 希伯来书到最后十二章的 结束的时候 他劝勉 罗马的信服 安拉罕的信服 他说 我们既然 神已经给我们预备 天上更美的家乡 是一个不能震动的国 是能够防震的 不怕家族大地震的国 如果我们神给我们应许的是 存到永生的 永永远远的国度 我们今天应当怎么样 天上的国民 出家做和尚 到荒郊野地 不是人天灵火 这是佛家 这不是基督教 基督教是说 是 我们最终的盼望 是主再来的 那个心天心地 那个永远不能震动的 存到永远基督的国度 但是 我们今天有这样的盼望 就当感恩 神说喜悦的 不是我说喜悦的 不是我说的穿 神说喜悦的 他在圣经怎么样经到我们 用一个虔诚敬畏的心 来似奉主 师父说他荣耀主 不再是荣耀主 这就是十三章最后 他脚踏实地而说 我们要 脚踏实地的 来过每天的日子 十三章告诉我们 怎么样脚踏实地的 在罗马 在安拉罕 洛杉矶 在任何 神保存放的地方 我们要怎么样的 过着一个荣耀神 侍奉神 充满感恩 按照神所喜悦 这些虔诚敬畏的心 来过日子 我们的神之力活着手 还有谁怕 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 一到六节 它基本上提到 我们天入客的三个方面的生活 一个是关乎教会里面 应当怎么生活吧 我们之间的关系 一到三节 第四节 是圣经常常讲到的 他只用一节圣经 关于婚姻的生活 还有性爱的生活 我们是活在一个 性感女神的时代 所以圣经非常实际地告诉我们 怎么样 能够去拜真神 拜性感女神 是不是 五到六节 哎呀 我们是金钱挂帅的世界 是不是 五到六节告诉我们 天入客 怎么样在金钱上面的自由 我每天怕的 这是目标市场 是不是 今天我们首先看到一到三节 一到三节 教会里面 一节说 你们 弟兄姐妹 天入客们 教会的会友们 你们要长存弟兄相爱之心 哦 一个字 Broadly love Broadly love Broadly love 弟兄姐妹 当他一说 教会是弟兄姐妹 告诉我们 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 我们之间的关系改变了 我们成为真正的 一家 血浓于水 要听吗 为什么教会一直称为弟兄姐妹 因为 在基督耶稣里面 我们被上帝领养成为他家中的 教会是上帝的Family 怎么个操练我们相爱的生活呢 第二节第三节他给我们两个例子 第二节他说呢 要接待客人 一直要接待 特别是那一些 过路人Hospitality 这在初一代教会很重要 第二个 你们要弃灭那一些 被捆绑的 遭苦害 活在一个 在逼迫当中的教会 特别 捆绑 遭难的弟兄姐妹 因为我们要 几年要帮助 要与他们认同 这里让我们看到 早期教会 没有教堂的 像中国今天的家庭教会 已经不太远了 不过起书 没有教堂的 聚会所有的活动 都在家庭当中 所以初代教会 成为罗马天主教之前 叫做家庭教会 叫做家庭教会 所以特别 在接待这一些 也许你不认识的 这一些客人 这一些的 为信仰福音招逼过人 要特别的光摆 这是彰显 兄弟兄姐妹 相爱的表现 我们看到我们的母会 在耶路撒冷教会 一开始的时候 他们那样子的 一种爱心的见证 是不是 《使徒行传》第二章 《使徒行传》第四章 《使徒行传》 连到我们共产国家 都觉得呢 《使徒行传》 《使徒行传》 不是政府要求 自动自发 一家人 是不是 你的就是我 我的就是你 喜乐同乐 愛同我 所以在这里 我们看到 特別提到 两方面 要接待 这一些波滤客 在爱心里面 要认同 虽然你也许命好一点 没有被关起来 没有遭遇这些的苦难 但是要认同 去服侍这些苦命的人 然后在二节中间 最后的时候 他夹了一个所谓的 鼓励的话 为什么要接待个人 他说呢 因为 曾经有人 接待客女 不小心 不知不觉 接待天使 马上要查 五个查过创世纪 谁接待过天使 接待这些过路客的人 创世纪十八章 创世纪十九章 提到亚伯拉罕 看到三个过路客 你们好辛苦啊 就留下来 让我呢 可以给你们洗脚 让你可以 从头起 我拉比给你吃 到最后他不单是做了饼 杀了牛 给他们大吃一顿 是不是 在立章还没有提到 他知道这三个人是谁 到了下一章 其中的两个就到了 索罗马 尔摩拉 到了那里 罗德 接待下来 有没有 他们说我们就在路上过夜 不可以啊 第一世纪 在路上过夜 不灯燃 强盗 中神 第一 第一世纪的旅店 这个客栈 比龙门客栈还可怕 是不是 所以那个旅店 你不能住的 那是为什么 这一个 Hospitality 何等的重要 结果他们 不知不觉 接待了天使 接待天使有什么好处啊 天使是上帝的使者 带着上帝的花 上帝的祝福 亚伯拉罕 因着他的Hospitality 接待这三个过路客 结果领受到上帝给他的应许 他们盼望了 盼望儿子的 盼望个可心 是不是 天使说 明年 守不高 明年 你的妻子就要生儿子了 好不好 领受神明的许 罗德和他的一家 女婿不信 天使说 赶快走 天国的审判要到 赶快走 最后 拖拖拉拉 天使拉着罗德 妻子和两个女儿 逃脱天国的审判 关键都是因为他们接待了天使 所以使徒保罗在使徒行诞二十章劝勉以佛所教会弟兄姐妹 要扶住软弱的人 要纪念主耶稣说的 是 去服侍弟兄姐妹 招待客驴 不命人 辛苦 但是 施比受 更为一 在他们 爱心的接待里面 他们领受了 神和天使来的祝福 如果招待天使好 招待耶稣 好吧 希伯来书说 耶稣比天使来的大还小啊 希伯来书已经快晚了 大还是小啊 来的更大 是不是 所以招待天使好 招待耶稣更好 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 告诉我们 你们这些绵羊 来吧 来到我 应许给你们 那一个不能振动的佛 预备了天上恩为的加强 为什么 因为你们活出一个 天路客的生活 彼此相爱的生活 怎么爱 我饿了 给我吃 我渴了 给我喝 我做客业的时候 你们接待了我 留我出 吃生路体 围着穿 给我穿 你们看 我在见到你的时候 你们来看路 耶稣描写了 就是希伯来书 一道十三章一道三节 Branderly love 所描写的工作 这些艺人连扬说 主啊 我们什么时候 做过这样的事情 对你啊 不知不觉 不知不觉 主回答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你们坐在我弟兄身上 最小的一个 就是坐在我身上 耶稣说 当你们彼此相爱 彼此服侍的时候 就是服侍了 服侍弟兄姐妹 Branderly love 就是服侍主 你旁边坐的弟兄姐妹 就是你爱主 服侍主的归下 过去 我在Branderly love 这一个教会 是一个很有爱心的教会 接待过一刻 一个南海来的家庭 开车到加州旅游 出了车祸 母亲过世 父亲和听约者的 一难一遇 得以生怀 教会知道这件事 接待她 帮助她们 我伤理 安慰她 七年之后 一位弟兄 到UCLA读书 碰到 这一位 车祸中的 这个女儿 她也到了 南卡 到了UCLA 她说 她说 请你回去 带我谢谢 在那里的弟兄姐妹 谢谢 青年前 你不爱心的接待 如今我的父亲 我的弟弟 还有我自己 感到都信了 我如今在 UCLA 在这里继续服侍 你会从 New Message 来到Begas 找工作 第一天 就被逮捕 寒着内职 来教会聚会 神的话 安慰 打动他的心 教会给他祷告 最后帮他找律师 能够cancel 这些法律的问题 能够回到家乡 常常打电话来说 谢谢你 我如今在 New Mexico的华人教会 在那里侍奉 有一位弟兄 在那边开雨店 生意不错 但是呢 他的雨店 也是呢 凡是坡路的 牧师也好 传道人 有需要的弟兄 请 招待这些 有需要的 莫如可 一对 从中国来的 餐馆打工的 John 到了那边 信了耶稣 说呢 我们 结婚怎么办 我们这个教会 没有外面 他的神秘部 跟他 拜一个婚礼 然后他们生的孩子 就像了圆圆之类的 两个双胞胎 只有一棒 早产儿 很幸福 教会陪着他们 走过来 又经常在Florida 在那边 继续的 那边蛮多 做餐馆 我们弟兄说 我们要聚会 但是我们苦命 主日不能来聚会 怎么办 教会 十点半 下班以后 早上八点半 上班之前 给他们 主日 崇拜的聚会 服侍这些 参观 打工的 苦命人 九点十点十一点 没有办法 参聚会 有一位弟兄 在我们教会 一位退休的老兵 他必须要吃药 精神有一些的问题 他必须要吃药 这位弟兄 帮他 处理 这些退伍精神的 这些医疗保险 给他领药 每一个主日 接送他 才到教会中聚会 不是一次 两次 十年 二十年 陪伴他 走这一条新的道路 这些年到中国 看中国的家庭教会 最impressed 也是他们 这些的接待家庭 我跟大家提过 这个弟兄 住在一个小小的公寓里面 夫妇 还有一个teenager的儿子 挤在一个房间里 因为他们 另外一个房间 分别出来 就是接待 弟兄姐妹 接待传道人 这些教会的 各样的 词带 书籍 堆积带 后来被抓了 只有逃到农村去 到了农村 一家人 农村教会 接待他们 不但给他们住的地方 孩子上学 每天青菜水果 米饭 都是农村教 一家人 喜乐同乐 排除同工 是这一些的接待家庭 如果我们说过去中国教会 改革开放以后 三十年 四十年 经历这样的大复兴 没有这些接待家庭 是不可能的事情 根本没有聚会的理由 但这些接待家庭 是冒着风险 如果被发现了 第一个开刀的 都是这些接待家庭 因为你们把家庭开放 接待这些非法聚会的地方 是不是 因此教会可以有聚会的地方 有培训的地点 到各处奔跑的传道人 能够有被接待的地方 被逼迫的弟兄姐妹 一家 可以被接待 耶稣的福音可以活彩 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是这些默默的 没有人知道的 这些接待的家庭 这更大的赏赐 耶稣说什么 单位我和我的福音 撇下家庭 弟兄姐妹 撇下财产 撇下这些 撇下那些 耶稣说什么 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 在来世不得永生 但是有逼迫 不是繁荣福音 有逼迫 要摆上 是不是 如果天路客 是这样一个 是这样一个 弗洛德菲亚 弟兄姐妹 彼此相待的生命 跟安拉罕的居民 所不同的 使徒保罗说 在末世 但是越来越 越来越人是专顾自己 爱心渐渐能淡 至少门前选 人不为己 天主义 天主义 是不是 我们教会 别的没有 就是有爱 是不是 这是天路客的表现 但使徒保罗 正向他劝勉 解杀罗里加教会 在第四章的九道十节 关于弟兄姐妹相待的事 不用我再写信告诉你们了 保罗说 因为你们自己 从圣经里面 你们早就领受了教训 知道你们应当彼此相爱 而且你们在做 但我劝勉你的事 更加勉励 在这心的脸头 更加勉励 摩天目 希伯来书作者 劝勉罗马教会的信徒 同样的话 神并非不公义 忘记了你们 为福音 在爱心里面 所受的各样的劳苦 你们从前 是这样 似后 圣子 看到没有 你们是一个 佛德尔菲亚的教会 彼此相爱 如今还是在 彼国当中 仍旧失控 但我劝勉你们的是 要把这样的殷勤 彼此相爱的殷勤 要坚持 你们要长存 弟兄相爱的心 让伯德尔菲亚 继续的更加的彼此相爱 不要偷懒 不要爱心渐渐的冷淡 不要被这个世界 为自己打听 为自己打算的 这样的潮流 给你不去 效法那些 信心忍耐 一致到底 以至于承受 哪不能震动的国 你再来的时候 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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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同工们 牧者 团导 团导 知识们 每个月 去探望 弟兄姐妹 目标就是 去超练 Broadly love 弟兄相爱的心 我们的同工会 大部分的时间 是为这些弟兄姐妹 她们的光景 她们的需要 来祷告 弗里比书弟张保罗 为弗里比教会 一个爱心的教会 他说我所祷告的 就是你们的安心 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 多而入口 你知道爱也需要成长 爱也需要成长 最近一个故事的分享 他是怎么信耶稣的 在大学信耶稣 但是他说在高中的时候 他是一个同学 请他到家里面来 跟他分享福音 他过去认为 他大从古败的小从 他说我做好人 做好事 我想我 没有资格上天 还有谁有资格 我是一个 好人吗 我做 我不会做坏事 我不会得罪人 其实 当这一位姊妹 跟他分享福音 那时候 他说 难道你说 像我这样的人 会下地狱吗 如果有人这样讲 你怎么回答 现在高中生 小组内 沉默了一阵子说 是的 如果 你不信耶稣 再好 你表现再好 还是要下地狱的 他到了大学 他说 信任自己的地方 他说他谢谢 这位小姐妹 当时 在爱心里面 说诚实话 让他醒悟 靠得自己 表现在 还是要下地狱 所以求主 借着这段经文 鼓励我们 彼此 下地狱 因为这是 基督徒 天路客的 最基本的表现 那这种爱 从哪里来 我们里面 有这样的爱吗 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 我们怎么认识真正的爱 因为主耶稣先为我们舍命 我们从此知道 什么是圣经讲的 Brightly love 不是feel good about each other 不是大家脸上贴听 不是大家拍 因此你们也要为弟兄们 像主耶稣基督一样的 彼此舍命 我跟他讲过 这部电影 Hillary Swank 一位生时的故事改编的电影 叫做Tankfish 姐弟两个人 在透水家庭成长 相依为目 结果弟弟 被诬告 谋杀罪 终身奸解 他姐姐说 我要为你生怨 高中的没毕业还生怨呢 单亲妈妈 养孩子 先得到高中的平均 再进到Community College 完成大学文明 20年 达到律师的执照 为了什么 不是为自己打拼 American Dream No 为了弟弟的Tankfishon 可以Overturn 为弟弟可以出监狱 为弟弟可以深淵平反 20年之后 终于 弟弟出监狱 这位影星读这个剧本 演这个角色 她说 这是我所读到的 最伟大的爱的故事 我有可能 经历到这样的爱吗 有人会做这样的牺牲 来爱我吗 是 有人已经 做了这样的牺牲 来爱我 来爱我 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 同一个作成在 约翰的音 三章十六节 神 爱你我 甚至加拿的独生神 是给他们教一切 相信他 相信他 不被定罪 不被灭亡 不被拿罪的重担 押到地狱火火 反而入神 这是耶稣的福音 你要经历着爱 不是做好人做好事 人 人最违抬相信 全是恩典 全凭信心 全靠基督 全为了 上帝而 яв 今晚到爸爸